大家好 目前中国的高层政坛 除了江派、西派 再就是胡温一派 江派 他背后主要的人 就是江泽民和曾庆红 而西派呢 这次19大全面的入局 进入常委 并称为习家旧 胡温一派的走向 自从去年 7月份 孙政才被抓捕之后 让人们担忧他的命用 孙政才被抓捕之后 8月份 我们知道张扬、 房峰辉、军中的 两个 元老级的人物 也被抓捕 这两个人物 正好也是胡温 给推荐上去的 也可以说是 胡派的在军中的人物 被抓捕 紧接着我们看到 胡冲华 这样一个 胡温呢 极力的把他栽培成 接班人的人 也没有入常 紧接着呢 比称为 温家宝的 形象设计师的 卢尔 很快被抓捕了起来 所以整个局势呢 对胡温一派 是非常的不利 最近发生的 关于温家宝的 这个事情呢 也更加 说明了 温家宝 地位的不稳固 我们看到 在中共的 高层呢 胡温一派 他处在一个 非常微妙的 地方 在这个打击 薄熙来 周永康的时候 那胡温呢 完全站在 习近平的这边 来帮助 习近平 完全的 向薄熙来开战 像温家宝在那次 两会开会的时候 就特别的强调了 薄熙来 他完全是 左倾思想的回潮 上升到一个 意识形态的高度 对薄熙来的抓捕 温家宝有了 不义余力 然后呢 他辅助着这个 习近平呢 顺利的接班 所以这个胡温呢 对习近平 能够全力 在握 然后顺利的接班 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但是我们知道 在政治上的 任何的合作 都是 利益 都是短暂的 但是 近平大权在握的时候呢 很快 他 开始了 对团派 对胡温一派的 清算 这个就是从 令计划比 抓捕开始的 令计划比抓捕之后呢 我们看到 胡温一派 受了很大的一个损失 然后去年呢 我们知道 孙政才又给抓了 胡冲华 连常委都进不去 就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呢 胡冲华做国家副主席呢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这个 这个派系 他们的这个 顶头上司 胡锦涛 目前没有任何的 上级皮毛 但是 温家宝 他的儿子 温云孙的案子呢 又开始发酵 他的案子的这个发酵 主要是在明天 美国的威斯康辛州 要审理一个案子 就是中国的 华瑞分店这个企业 盗窃 美国叫超导的 这个企业的 知识产权 这个 是这个 川普上台以来呢 比较大的一个 对中国企业的 知识产权的一个诉讼 这也标志着 川普的 对中国的贸易战的政策呢 绝不会改变 虽然在这个 大选的时候 信誓旦旦 班农和川普 上台之后呢 稍微有些打折 但是呢 他还会坚持这样一个 对中国的贸易战的政策 因为我们知道前部就发表的 美国的国安战略报告 特别强调中国的 是这个 美国的经济侵略者 特别把经济安全这个 前所唯有的词 放在美国的 国安战略报告里面 所以呢 即使这个 班农呢 跟川普的关系 越来越糟糕了 不过他今天又道歉了 班农呢 从白宫离开 然后最近因为那本书的事情 又开始 闹毛洞 两个人翻脸 但是呢 班农留下的政策呢 是不会变的 而且我们知道 那个写了知名中国的 著名的经济学家 匹特纳瓦罗 还是 白宫的 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任 所以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 还会坚持下去 那在这样一个 打贸易战的背景下的 其中的一个 除了提高关税呀 除了这个 很多的一些 惩罚 刚才这个大规模 清销的调查 这些之外 知识产权是贸易战的 很重要的一战 那明天的这个就标志着 中美贸易战呢 实际上 在前面打响的这个枪里面 这也是算 一声枪响了 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呢 是在 2011年的时候 美国的超道 公司呢 向中国的法院也向美国的法院都 举报 中国的 就是华尔利分店这个 企业盗窃人家的这些 分离发电的 涡轮的技术 具体的 指控的对象 除了这个企业之外 还有两个 产品部的经理 就是中国的 产品研发部的两个经理 还有一个是 奥地利的 在美国的一个 员工 就是超道公司的 后来奥地利的这个 美国的员工呢 在奥地利当 当局呢 就等于是认罪 判了一年刑 而且他也承认 确实是向中国的 企业 谢过密 向中国的两个员工 把他们的这个 分离发电的涡轮技术 泄露给中国 而且这个案子是非常的 这个恶劣 因为这个超道 宣称就是因为这个 知识产权的 被泄露 他的 公司的500万个 岗位呢 给丢失了 损失了 将近8亿美元的 这个资产 但现在他起诉呢 他要求的不是8亿 要求的是 几十亿 可能是70亿美元 这样很高的一个 标的 要叫对方来 他就发现了 而且他居然把这些 利用盗窃的秘密 改装的产品 他又反向到美国 在马塞苏西州 居然被FBI给发现了 所以这个盗窃案呢 直接是FBI给 就 介入的 他不是一个民事官司 他是一个刑事 刑事起诉 就是美国国家利益 被这个侵犯了 所以FBI介入 你们完全是盗窃了 这个知识产权 所以在威斯康西州 明天的这个审判呢 是非常 引人注目的一个判案 《华尔街日报》呢 用这个英文呢 已经把这个 消息登出来了 我想呢 肯定会这个 这个申诉 就是美国的抄道 肯定会申诉 叫中国的 华瑞分店呢 肯定要赔钱 不仅要赔钱呢 还要在这个各个方面 现在股价已经大跌 华瑞分店 90元跌成 5块钱 就是跌幅很大 而且呢 这个案子为什么引人注目呢 最关键是 华瑞分店 他最初的 起家 可以说是这个 就是这个 温家宝的儿子 温云松啊 做了一个大手笔的投资 他呢 这个 本来是华瑞分店 是一个分立发点 在中国的话 80年代 90年代 这个 2000年之后呢 分立发点都是非常 弱 没人投资的 但是突然的 温家宝的儿子 温云松 成立一个私募基金 叫新天狱 直接叫这个华瑞分店 投资了 这个 7500多万 然后呢 这个 获得了将近 20%的股份 但是他 一旦收购了之后 马上 政府呢 当时 温家宝做这个 总理 那时候就已经 政府就宣布了 对这个分能的 要开发利用 而且给他 拨了大量的这个款 就是有政府的补助 然后 有政府的政策 那么一下 这个华瑞分店的 这个 市场前进 就看好 而且 投入股市之后 马上就 暴涨 他投资了 7000多万 但是他 因为入股啊 上市国家政策的利好啊 爱情温家宝亲自喊到这个 华瑞分店去市场过 导致华瑞分店的这个 股价飘升 市值大升了 从7500万 最后他 把这个企业的话 估值是108亿元 他后来再次 抛售的 108亿元 就涨了就是 大概几十倍 这个在这个 金融市场上也是少见的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完全是 温家宝的爱情温云松 利用他的父亲 手中的权力 国家的政策 狠狠地 赚了一笔钱 通过这个 国家发展分立 提前 知道了这个消息 然后呢 投资这个行业 然后这个行业来 增长 后来呢 因为各种的原因 他辞去了 新天狱的 董事长的职务 温云松 但是呢 他还保留了个人的投资 所以现在 华里分店的案子 一起来 大家 第一个联想到的 就是这个 温云松 而且温云松呢 最近 引人注目的 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在 12月19号 上个月 香港的 新岛日报 这个也是中共控制的媒体 他报道了 他报道了这个 温云松呢 辞去了 中国 魏通 董事的职务 不仅 前段时间 他辞去了 魏通的这个 董事长的职务 后来 他连魏通的这个 董事也辞去了 裸退了 这个消息呢 由中国的媒体 给报道出来 就是非常 耐荣雄伟 这就说明这个 温云松肯定是有问题 可能在经济上 闭在查 或者已经给抓起来了 所以好多的媒体 一些评论人 是就认为 温云松已经被抓了 温云松到底抓被抓呢 我们现在还判断不了 因为没有直接的 新闻出来 但是温云松肯定有事 因为不然的话 他辞去这个 微通 董事 这个消息呢 也没必要发 这样故意就 说明了这个 温云松是有事情 然后我们可以联想到呢 这个 胡温这一派 自从令计划被抓 孙真才被抓 张扬 房峰辉被抓 张扬全家被自杀 还有这个 罗伟 被抓 然后这个 胡春华 进不了 常委 这些迹象 我们看到 胡温这一派 现在确实是日薄 西三 完全有可能 比这个 习家军 进行清算 习家军 大有跟 江派 联手的这种 趋势 以前呢 是习派和 胡温一派 联手 对付了这个 周永康 薄熙来 然后背后呢 有人指出是 这个就是 江泽民 他们 曾庆红做这个 薄熙来和 周永康的后台 那现在局势又变了 现在 有可能 这个 习近平 他们家军这一派呢 联合 江派的 有些势力来对付 胡温这一派 然后呢 胡锦涛他们是不动 这个胡锦涛 顿的话呢 等于要顿 顿江泽民 要顿习近平自己 那么他要顿 就是他第2号的人物 就跟 要顿这个江派第2号人物 曾庆红一样 所以这个 胡锦涛呢 倒没什么事 但是温家宝 有没有事情呢 我们就是要 拭目以待 温家宝这个人呢 那贪腐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家族呢 不亚于江泽民的家族 我们知道2012年 《纽约时报》有个报道 就是 整个 温家宝家族 贪腐的钱呢 大概27亿美元 温家宝的 太太 张培丽 那是中国的 珠宝商人 这个中国的珠宝 也就控制在他的手里 温家宝和温家宝的太太 都是 学 就于这个 地质学院 是地质部的 地质呢 我们都跟中国的石油业 还有这个 珠宝业 是非常相关的 你去参观美国的 地质博物馆 其实看的最多的 不是那个地质 什么地震啊 那些 还是 就是 珠宝办事的 珠宝钻石的那个馆 那因为 珠宝 钻石 实际上都跪在 这个国家的地质 这个部门里面 所以 就是说那个 他们就借这个地质的便 当然 石油呢 当时的这个 周远柯他们给霸占了 然后珠宝 钻石这个 那就跪这个 温家宝这一派 尤其是他太太 成为这个珠宝行业 而且自己还成立了一个 珠宝公司叫戴门德 然后还成立了一个 珠宝钻石的 全国的一个 鉴定中心啊 这个就非常的厉害 就是 你这个钻石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来判断 你这个钻石到底值多少钱 我来判断 那他就完全是就操控了这个 珠宝这个行业 这个市场 后来这个 他的太太 张培莉到台湾呢 买了一个 价值 1000多万的珠宝 当时的台湾的媒体 就爆炸了 我们看到这个温家宝 有的时候 修一修他这个 皮的泼泼烂烂的衣服 穿了一个 很多次的 可能从垃圾堆里 捡出来的一个 旅游鞋 这些全都是作秀作假的 实际上他们 光他的太太 就贪污的钱 可能就是 几亿 十几亿 之上 那他的 矮子呢 跟不用说 矮子从 美国学成回国之后 自己 搞这个 一个创立 创投公司 科技发展公司 跟李嘉诚合作 李嘉诚这些人都非常聪明 跟你认个几千万 那目的就是 搞好跟中国政府的关系 所以他品着跟 这个他父亲的 关系呢 不断的发展 尤其和 成来 后来成立了 这个新天狱 这个 私人 基金 投资 这个 分能的 华瑞分店 后来呢 又跟这个阿里巴巴 平安保险 很多的企业大肆的 入股 形成了这个政商的 广泛的勾结 赚了 不知道多少钱 天文数字 还有这个 温家宝的女儿 温柔充 后来就是 人们都发现 就是美国的很多的投资银行 到中国去之后 都聘请了很多的高干子弟呀 做他们的经理 但这些人从来不上班 但每个月拿的都是 好几万的这个高薪 十几万的高薪 原因是什么 就是要疏通 关系 所以他们后来查出了这个 毛根大通 毛根大通 是美国华尔街很有名的 投资银行 到中国去了之后 就雇了这个温柔充 一天不上班 从来不上班 给他发高兴 就是搞关系 后来这个事情给披露 所以他们这些人的话 就是 挣钱太容易了 因为他有父亲的这个 国务院总理 以前是副总理 这个关系 他说一句话 这个政策就变了 然后掌握了信息 第二天就会 发达财 明天我们国家要发展 钻石行业 明天要发展分立 后天我们要发展这个 登月计划 那相关的产业 那提前 他准备一下 那股价就是飘升 所以就说 温家宝这方面的腐败 是非常多的 这个是呢 对他的一个影帝的 最大的嘲讽 我们知道 这个温家宝是非常善于作秀 当然最近的这个 信平他们赤裸裸的这些 对付人 让人有的时候也怀疑 温家宝作秀的那些话 公平公义 比太阳很光辉啊 然后这个仰望星空 还有这个 一个民族要有关注天空 很多人都认为 他是个有信仰的人 他是个基督徒啊 实际上这些全都是作秀 可怜的是 现在连作秀的人都没有 但温家宝 他这个不断的作秀 张嘴闭嘴 公平公义 还仰望星空 还要信仰 更加反 蹭出他这个人的虚伪虚假 这个人呢 确实是唯利是图啊 这就是为什么 在89年那个最 关键的时候 他出卖了赵紫阳 从那个出卖的那一刻 开始他就 站队就站在这个 登项平这一派 他的目的就是要 落取更大的利益 他不是站在这个 真理良知上 他知道 如果坚持真理良知的话 那 付出的利益就会很大 有可能坐牢 有可能前功尽弃 如果投靠邓小平的话 那后面摆的利益 是非常多的 所以他当时选择的 还是利益 他也选择 按他的标准成功了 后来 当国务院副总理 总理 然后他们这个家族 就是爆发 所以看到他们家族呢 就探了这个 太多的钱 他的这个腐败呢 那也都是这个 不亚于这个 可能王岐山 不亚于 江泽民 曾庆红 这些家族了 但是呢 中共呢 一直为什么没动 这就应了 王岐山说的一句话 王岐山怎么说 王岐山说 经济腐败 不算腐败 掌握个几万块钱 掌握个几亿元钱 睡几个羊妹 不算腐败 真正的腐败是什么 政治腐败 政治腐败就是拉帮结伙 夺取权力 劝党夺权 所以关键看见 有没有政治腐败 那温家宝 在这方面呢 可能呢 最近是出事了 因为中共呢 有一个叫顺藤抹瓜 他是顺着这个令计划 然后再找其他的人 把他们给 拉下马 顺着那个王立军 找这个薄熙来 中国薄熙来又搞这个周永康 一步一步欠出一大批来 那现在把这个 孙政才一抓 那孙政才这个人呢 他也想活命 我们看到对 孙政才的这个 媒体的 批判是非常严厉的 孙政才的可能亲人 通过一些关系就告诉他 你现在太危险了 你掌握什么好的 信息赶快向党那个 这个举报 赎罪离工啊 而这个孙政才最熟悉的人是谁啊 就是温家宝 因为温家宝呢 是他的这个救命恩人 是提救他上台的人 温家宝跟他有些相似 就是说在北京这个念书啊 也是这个知识分子 学者型的一个官员 他做过 孙政才做过 隆林科学院的这个院长 很年轻 然后呢 得到这个 温家宝的赏识 然后 在北京的教宪做这个 线委书记 而且呢 做线委书记事件呢 最近我看有一个 自媒体的人说就是他 这个 宋政才给这个 温家宝的太太 张培里 披过几千亩土地 有没有这种事情呢 具体不清楚 但肯定他们之间的 金钱的交易 肯定是存在的 就报答这个 治愈治安门 后来这个 就提拔为农业部的部长 最年轻的一个部长 那那个时候 他的直接上级 就是温家宝 那他们天天见面 天天有交集 然后温家宝是 有意的 培养这个 孙政才 要把他培养成总理之才 孙政才 还有这个 胡春华是胡锦涛 重点栽培的 每一个 中共的高官呢 都希望自己的政治生命 能够延续 找一个人 那 孙政才就是温家宝找的人 但是孙政才 尤其呢 我们知道把薄熙来打 打倒之后 那那个时候 温家宝立下了汉马功劳 然后温家宝 马上推荐了 中央 就是要叫他的得意门生 他一直在培的 这个人才 孙政才就去 重庆 当市委书记 所以孙政才去当市委书记 大家也很敬讶 但是背后 是谁在起作用呢 肯定就是这个温家宝 但是孙政才一出事之后呢 他 知道情况最多的也是温家宝 所以他可能 在这个监狱里面 写了很多的举报信 全面的举报 这个温家宝 完全有可能 因为他现在要活命 他现在要减刑啊 又看着中共对他的这些 批评的这些语言媒体上 对他的大力的这个探法 你就看到就是 他有可能都判死刑 还不是说死判 直接判死刑呢 所以他要活命 他要减轻自己的罪行呢 所以他要举报 所以他举报这个 温家宝 其温家宝的这个 儿子啊 家人的这种情况是 非常有可能的 我在这个深圳 做了将近四年啊 那抓进了很多的深圳的官员 其中有一个是 深圳保安区的 那时候叫 叫这个什么 老劳 等于是一个劳工局长 一样啊 就是专门负责 深圳的这个 劳动保障啊 就业啊 这块的一个局长 这个局长呢 一抓进来的话 刚开始那几天 也搞到他 非常苦闷 天天去省闻啊 干嘛 后来我们这个里面 也含有一个中山大学 毕业的一个 贪污犯 他的深圳 一方面做官 一方面开企业 这么一个人 两个人呢 就开始在监狱里面 交透起来 因为我跟他们那个 关系比较好啊 毕竟 都知识分子出身 所以跟他的这个 一块呢 跟他们就是有些聊天 后来我就发现 他们两个人 正在这个密谋 就是说怎么取报 因为他们 他的保安呢 是一个局级的一个干部 他了解 保安区的这个区长区委书记 还有这个 深圳整个市的市长 市委书记 那时候市委书记是 李有为 他们没有牵扯李有为 他们是牵扯了这个 下面的一些市长啊 副市长啊 这些人啊 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天天的那密谋 谁都的那个 听不懂 我那有的时候稍微听一点 我就知道他们开始举报了 因为这个不举报的话 他们 前途堪忧啊 而且当时那个 审问他们的人也鼓励他们举报 所以他们 那家伙就开始举报了 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呢 那个警察就叫他呢 就是管教 就是叫他这个 调离 调离我们的这个 建仓啊 去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那个 那个耗子就是 关的人呢 就是整个 待遇是非常好的 就把他调过去了 从这个举动你就看到 就是他立功了 后来我就听说 他是从清给处 判决 因为他有重大的立功表现 他可能把几个 市委常委啊 保安区的区长啊 区委书记之类的人 给干掉了 所以你就看到就是 这些贪污犯 这些经济腐败分子 他们 被抓起来之后呢 那他们开始 六亲不认了 肯定是要大量的去报 孙政才一倒 那跟孙政才有牵连的这些人 都是要小心 尤其是温家宝 肯定就是 下一个被揪出来的 但是温家宝会不会被打掉呢 我估计呢 很不会 因为温家宝 毕竟啊 在这个 习平上台 的时候 帮了很大的忙 因为他来对付这个 薄熙来对付这个 周远康 顶住这个江派的压力 温家宝做了很大的工作 所以在政治上 刚开始呢 赞得住 但是呢 江派对这个 胡文这一派呢 也是不满意 尤其是对这个温家宝 所以 有的时候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呢 最后温家宝呢 不得不作为一个 铁罪羊 铁罪羊呢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看到 温云村的事情 还有 华 华瑞分 分店 这个事情 这些事情呢 会慢慢的给爆发出来 爆发出来之后呢 到底这个 温家宝的命运 会是怎么样 他会不会成为 习近平的 又一个大老虎 那确实是这个 让人震撼的 如果把这个温家宝 这样一个 中国的引地 现代的和尚 给揪出来 那这个 可能 习近平的这个 卫星呢 又会上升一番 他的卫星上升一番之后呢 那他的事业就会千秋万代 他就可以做 皇帝了 就可以做这个总统了 他就可以继续 各方面都可以连任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呢 要继续的关注明天的 威斯科兰新的这个开庭 也关注这个温家宝 他的命运到底如何 好谢谢大家 今天就在这里 再见 我会不会运动 那么 就在这边 我会不会运动 他这里 我会不会运动 我会不会运动 感谢观看